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义务评歌啊今天为什么要录这样一个视频呢啊是因为呃 我这段时间很多小伙伴应该看到了我就是一直在健身啊一直在健身的话我也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办了个月卡贵倒是不贵几百块钱 然后呢呃最近他们就说前段时间一个活动让我去参与啊呃说转发朋友圈以及那个私发200个好友呢就会领一张就是免费的年卡 然后呢等到转发了之后呢呃也也那个群发信息了之后呢他就通知我去领卡然后通知我去领卡的话就说告诉我是有条件的啊首先是呃800块钱的一个押金 他不是说交半块钱他只说是押金然后呢这个押金的话就是说一年后退给你呃但是这个退的话有有要求的比如说你要呃这一年内连续打卡多少次要连续打卡少一次都不行啊 然后他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呃做一个商家来说他做这种营销活动的话无可厚非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呃为什么我要去讲这个事情呢有个点他没做了就是就是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 在让我转发帮他做这个营销活动之前呢你应该要告诉我这个呢是有附加条件的但是他没有告诉没有告知没有进到那个告知义务 这是我就说比较呃郁闷的一个地方啊比较觉得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没有去参加这个活动我没有去领这个卡不是说差这800块钱啊其实在我认为的话800块钱去能健身一年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他这样去操作的话就让我联想到我以前去办那个就是说呃就是理发的那个会员卡美发的会员卡是一样的 我记得我以前就碰到过这种套路就是理发呃他告诉我我经常去理发那个店啊他就告诉我参加什么活动我今天充个1000块钱啊就是呃一年内怎么样洗头啊理发多少次啊就说免费的 然后就冲了之后呢啊没过几天发现人还是这群人然后告诉我卡不能用了说是老板换了啊对就这样一个套路然后呢就我背后了解到这个老板呢其实由老板的主体换成老板娘的名就是这个法人上换成老板娘的了啊然后呢过一段时间过个半年他又搞一次活动然后呢又把这个法人呢换成从老板娘又换成老板啊人还是这群人完了套路就这种套路 就是把这个钱寄进来就据我所知就是我去的这个健身房他那个卡一共是发了200张200张的话呃呃一张是800那就是说16万的现金就收进来了对不对在这样说大家就完全明白了当下这个实体很难做就缺了这个现金流然后呢这个现金流收进来之后呢就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就是像我所说的那种就是以前碰到那种状况理发店那种状况啊 但是这是我猜测啊我猜测呃反正就最后总结一句话记住一点凡是让你提前预交消费的预付款的就是三思而后行特别是这种各种行业里面啊包括我觉得今年由于这个大环境影响啊肯定有很多饭店啊啊健身房啊美容美发各种服务行业都会有去这样一个预付费预付消费的这样一个啊项目 出来希望大家谨慎啊录这个视频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三思而后行啊呃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点啰嗦了啊呃想要了解更多义乌更多资讯资源啊包括创业故事请记得关注我我是义乌平哥拜拜